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一 200万在德州和加州更能买到什么样的房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现在德州的房价普遍也是在增长 但是跟加州跟纽约比,德州的房价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图片 就是说200万在德州可以买到这样的房子 这是德州奥斯汀的一套房子 200万大概 那么它的小区,社区大概是这样的 那么200万,同样的200万在加州 大概买到的是这样的房子 这个就是区别 所以说加州的房价相对来说 在全美国也都属于是最高的这样的行列 说洛杉矶和圣地亚哥的房子 房价是加州里面最贵的两个都会区 洛杉矶的房价的中间值是94万5000美元 圣地亚哥是82万6000美元 而奥斯汀,德州的首府奥斯汀整体的房价中间只能大概是50万美元 所以说这个相差还是很大 奥斯汀跟洛杉矶几乎都差出了一半 说在洛杉矶的好区 Studio City 根据Zero的一个信息 一个四卧两域的房子 面积是2019平方英尺 这个房子卖199999 在Zero上挂着 然后离洛杉矶市中心 有一段距离的武德兰港 Woodland Hills 一套四卧四域的3007平方英尺的house 要价也是1999900美元 而如果说要花上199万 190多万 在奥斯汀的话 在奥斯汀的好区 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张图片 是在查维斯湖 Lake Travis 有一套房子 刚才看到那套房子 叫价是1925000美元 就这个价格 跟加州的那个 199万的那套房子 价格差不多的 还便宜7万块钱 但是呢 这套房子里面是 六卧五玉 室内面积是 6197平方英尺 就是比这个刚才 武德兰港的那个房子呢 面积要大出两倍多 所以说我们同样花200万 在德州跟加州能够买到的房子 是截然不同的 这个呢 还是跟奥斯汀比 说在德州的其他大都会地区 房价呢 比奥斯汀地区 还是低了不少的 比如像这个达拉斯 圣埃多尼奥 跟休斯顿 房价的中间值呢 都是在34万美元左右 比奥斯汀地区还要便宜30% 所以说你要是在 像我们这个休斯顿 你要花200万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豪宅中的豪宅了 所以说对于很多人来讲 就是这个居住环境的改善 也是很多人 从纽约加州搬到德州 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 好第二件事情 谷歌工程师说 谷歌开发的一个AI系统 具有人类感知力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他们公司开发的这个人工智能 聊天机器人 已经具有了人类的感知力 也就是他可能拥有灵魂 这个信息一发出之后啊 这个工程师呢 马上就遭到公司停职了 谷歌呢 说是找了专家 鉴定说否定了他的说法 而且呢 说他违反了公司的保密政策 所以说给他停职了 谷歌的发言人是这么说的 他说包括伦理学家和技术专家 在内的公司专家 已经评估了这位工程师的说法 相关证据并不支持他的说法 这个事情呢 好像是可大可小啊 谷歌为什么那么紧张 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究竟该相信谁 是究竟相信这个工程师 还是相信谷歌的公司 很难相信 现在不知道 这个世界纷纷扰扰 真真假假 但是呢 这个让我想起了霍金 生前留下的三大警告 他说其中一个就是人工智能 就大家要 要限制相对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开发 第二个呢 是就是说警惕这个平行宇宙 第三个就是不要回应外星人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这样三个 所以说这个AI技术的过度开发 究竟会不会成为霍金预言那样啊 会不会像我们有时候在 好莱坞大片里面看到的那样啊 AI技术的发达啊 机器人的这个开发啊 结果呢 我们自己开发的这个机器人 啊 结果取代了人类 主宰了人类世界 啊 感觉好像听起来像 科幻片啊 但是呢 好像这个事情 似乎 好 在离我们越来越近 啊 所以说呢 这个工程师的说法 我觉得我们暂时先对他保持一个观察吧 啊 没准这个事情是真的呢 好 第三件事 美国联邦政府满意度 只有22%的人大致满意 啊 大家都知道啊 在民主体制下的这个政府啊 基本上是要遭受啊 人民的被骂啊 被质疑 这是一个常态 那么6月6号啊 皮尤研究中心有一个民调出来了 说65%的受访者认为 政治人物竞选公职 只是为了他们的个人利益 只有20%的民众认为 他们相信联邦政府 大部分时间会做正确的事情 也就是说80%的人不相信 美国从小布什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 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不信任度 啊 几乎就没有改变 也就是信任度没有增加 啊 这里面如果说以党派划分 共和党啊 或者是倾向于共和党的人士 对拜登政府现在的这个看法 说大部分时间都会做正确的事情 只有9%的人认同 拜登政府现在的表现大致的满意度啊 也从2021年4月份的43%啊 现在已经下滑到了29%啊 现在是连民主党自己的这个选民啊 对现在的这个拜登政府啊 也是有很大的 也是有很大的 很大的不满 好 第四届是金融时报的调查 学术界有近70%的经济学家预计 说美国的经济将会在明年啊 陷入衰退 之前其实美国的财政部长啊 前财政部长啊 桑莫斯啊 也是个经济学家 他提出过警告 他说美国明年啊 经济呢 是有陷入衰退的风险 敦促美联储正是通胀的严重性 但是呢 之前这个美联储一直没有对这个事情啊 太重视 所以说呢前段时间啊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啊 跟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啊 都承认啊 都认错了啊 说我们忽视了啊 没有重视这个通胀啊 我原来认为是战时性的啊 这个是错的啊 所以桑莫斯认为 他说通胀的发展取决于俄乌战争和战争对油价的影响 通胀可能还会进一步升高 而且不会结束回落 别再涨了 再涨了去老百姓怎么活呀 是不是 你看美国五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通胀率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8.6% 物价暴涨啊 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啊 所以说 美联储的前主席啊 伯南克他说 只要供应面的通胀压力能够减缓 美联储呢就可以实现所谓的软着入 啊 所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几个问题 第一 供应链要改善 啊 所以说美国现在跟中国的这个 关税啊 看7月份到期以后 能不能取消吧 啊 能取消啊 就是这个供应链 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些环节 第二个就是 石油跟粮食价格能够回稳 啊 这两个好像似乎 更难一些 啊 所以说有专家预测吧 说至少在未来两年啊 这个通胀不会那么快的回落 啊 所以呢 在这呢 也是提醒大家啊 这未来两年啊 老百姓的日子还是比较艰难的 所以呢 大家啊 还是要省着点花钱啊 能省能节约的地方啊 尽量能省一点啊 这个时候不是急着需要的啊 不是必须要花的钱 大家还是要啊 优着点 而且呢 这个时候 对于啊 投资啊 啊 对于你啊 做更大的这个生意啊 啊 还是要谨慎一点 啊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好像不仅仅是美国啊 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啊 都非常的糟糕 好 在节目中间呢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二频道 老游二 华人大小事 我的二频道又回来了啊 昨天呢 我在节目中已经说了啊 希望大家能够在看完这个频道的节目之后啊 能够点到我的二频道啊 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区有链接啊 再去看我的那个频道的节目啊 现在呢 基本上是一天两个节目啊 因为有时候把太多内容放在一期里面啊 时间太长 三十多分钟啊 而且呢 这个相机呢 录到二十多分钟 他就要停啊 所以特别讨厌 而且呢 在一个视频有时候三十多分钟剪出 整个片子以后啊 四五个计啊 上传也是非常的麻烦 所以说呢 我们就把它分开 这个频道主要是以美国啊 以及世界的这样的一些事件为主 然后呢 那个频道就是主要是讲华人的事情 跟华人相关的啊 国内的啊 美国的啊 以及全世界的跟华人相关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啊 我的那个二频道 好 昨天我们不是在节目里面说到啊 说全美的变性人啊 一百六十万 青少年占了百分之四十三 今天呢 又看到了一个新闻啊 出来了说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啊 在六月一号发布的一个民调显示 有百分之三十的美国人认为 跨性别者是对儿童的威胁 啊 这里面呢 百分之二十三是民主党人 百分之三十九是共和党人 百分之二十七是独立选民 另外呢 调查中还有一个数据 百分之四十二的受访者认为 跨性别者正在试图对儿童 灌输他们的生活方式 啊 所以说这个呢 也是大家可以看出啊 凸显出美国的这个 啊 一个是种族的问题 一个是性别议题 啊 是这个争论 这个争议是一直是非常复杂 非常多的 非常大的 啊 所以说呢 昨天呢 我在节目中播出以后 啊 有一个网友在下面留言 他说 我觉得你是在歧视 同性恋和变性人 说可能美国并不适合你 还是回国吧 还指望美国人 不要歧视亚洲人 我反而觉得亚洲人 才是最喜欢歧视的 看到你这么评论 变性和同性恋 我觉得活该亚洲人被歧视 反正啊 就是他有他的发言权啊 但是呢 我就觉得 我没有歧视啊 这个同性恋跟变性人 啊 我还觉得你是在歧视我呢 啊 所以说我昨天的这个视频 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啊 可以回去仔细看一看 那我只是对这个问题 进行了一些客观的分析 啊 另外呢 还有一个网友说 他说 总是感觉这些年 美国很空洞 很表面 现在的价值观又违背自然 我感觉美国快完了 美国快不快完啊 这个 还有在观察啊 我想请问一下 假如您的孩子是跨性别 您会怎么处理 好 所以 这两个问题一起啊 我们 其实这是一个很敏感 很真心 很大的一个问题 啊 既然有网友都提出来了 那我们就简单的再聊一聊 啊 首先我要表态 啊 我尊重跨性别人士 我理解他们的兴趣向 我没有歧视他们 但是 我并不赞同去过分的宣扬 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我也不赞同对儿 儿童啊 把这个 这种教育 这种观点 纳入到学校 去对儿童进行教育 我觉得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这是我的观点 我没有歧视 我并不歧视 同性跟变性 好吧 说清楚了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 我的观点一直是 我觉得 就让他 有些有些事情 他既然存在了 就让他自然的存在 但是呢 不必宣扬 就像 很多共和党人一样的 过分的去宣扬 枪支的问题 就把广告做到了 青少年 吸引更多的青少年来买枪 那这个东西 我们也是反对的 枪支啊 既然你在这个国度 它已经存在了 就让他合理的 就让他自然的存在就好了 啊 有一定的法律 去管控他 你不要去宣扬他 这种东西 一旦宣扬过度了 就会产生很多的负面的东西 我觉得 你就跟这个 跨性别的这个问题一样 现在民主党 是在极力的宣扬 这种东西 啊 就跟民主党反对 共和党的枪支问题 啊 等等 你看 这就是其实是很复杂的 一些问题 啊 所以我觉得啊 就这样的一些问题 既然现在的争议之下 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 那我们就先暂时 我觉得搁置争议嘛 啊 就让它自然存在 啊 尤其是对于这个 性曲线的问题 如果说啊 就对于刚才第二个网友问的 如果你的孩子是跨性别 你会怎么处理 如果说我的孩子 他要是与生俱来的 从生理上或心理上 啊 他的这种 呃 生出来 他就拥有了这样的一个 不可改变的这样的一种 因素 他如果说觉得同性是快乐的 那或许 我也会支持他 我会认同 但是呢 因为我现在没有碰到 所以说呢 我不知道 啊 我觉得啊 只要就是说 他快乐就好 这个性别的东西 其实是很复杂的 啊 就跟我 比如我喜欢女性 啊 我们跟女性在一起 我们是快乐的 那么 如果说他觉得他跟男性在一起 他是快乐的 那么人生快乐最重要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无可非议的 但是呢 你没有必要啊 把你 说你跟同性在一起是快乐的 啊 你也让别人说 一定要宣扬 让别人认知啊 或者是认为 这个东西是 很光荣的 很骄傲的 我觉得这东西不值得宣扬 就跟枪支一样的 你用枪啊 你骄傲吗 我觉得不值得去宣扬 我就是这个观点啊 希望啊 我们有些网友能够听清楚 啊 就跟刚才那位网友说的 啊 现在美国好多 现在价值观啊 违背自然 啊 我觉得 尊重人类的自然规律 这是我们做出判断的一个前提条件 啊 当然有些东西违背了 那出于人的本性的一个考虑 出于人的复杂性的一个考虑 我们很多事认同的 但是呢 我们首先还是基于尊重 人类的自然规律 这样的一个基本视角 而出发 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是我的一个看法 啊 你比如像中国有位明星叫金星 啊 他做了变性 哎 其实我很尊重他 我觉得这个 现在这位女性啊 他曾经是一个男人 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女性 他的性格啊 他的一种观念 价值观 认知啊 包括他的那种对社会一些公益的 这样的一些发声 我们都很尊重他 非常尊重这位变性人 但是还是一句话 不赞同 过分宣扬 好 瑞典研究人员 在田鼠的体内啊 在瑞典他们国家的田鼠的体内 发现了新的冠状病毒 这个冠状病毒和引发 新冠肺炎的SARS-CoV-2 啊 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COVID-19 是同属一个冠状病毒家族 不过呢 目前为止啊 这种病毒还没有对人类构成立即的危险 但是呢 研究人员认为啊 有必要要继续的持续对它进行监测 这个研究呢 是这个团队啊 从2015年到2017年间 对260只低暗田鼠进行观察 结果呢 在3.4%的田鼠体内 发现了这种新的冠状病毒 啊 所以说 经过这个研究 就这种病毒在瑞典的低暗田鼠体内 非常普遍 啊 这个呢 也是再度啊 为人类敲响了一个警钟啊 啊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美国的汉堡 啊 一个大品牌 Wendy 啊 很多人啊 经常会问 这个Wendy的 logo Wendy logo上的这个女孩究竟是谁 今天呢 我们来揭秘一下啊 这个Wendy可能国内的网友可能不太清楚啊 但是在美国在加拿大好像应该挺有名的啊 说Wendy是仅次于这个麦当劳跟Burger King啊 第三大这个汉堡店啊 我们一般在城市里面啊 都会啊 除了麦当劳Burger King啊 就是这个Wendy啊 我们也经常吃 那么我们一走进Wendy就可以看到一个小姑娘 然后呢 干干净净的一个小姑娘 扎一个辫子啊 然后呢 最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脸上有点雀斑啊 穿着一个蓝白的连衣裙 哎 这个成了Wendy的一个品牌形象 那么这小姑娘到底是谁 我老婆也问过我啊 原来我们去买Wendy的时候嘛 就就聊起来说 这个小姑娘到底是谁呢 哎 是老板他们家的女儿吗 哎 确实 确实是他们家女儿啊 这个Wendy呢 是最早是1969年啊 说第一家Wendy是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开业 他的老板呢 是肯德基的创始人 桑德斯上校的门徒 啊 他原来是为这个肯德基打工的 好像是 然后呢 后来自己出来干了 啊 创始人叫托马斯 啊 他就是创了这个Wendy以后 他想找一个名字 啊 叫什么呢 然后呢 他有好几个孩子 好像有五个孩子 想从孩子里面去找一个名字 啊 找来找去都不合适 啊 叫起来不好听 要不就不舒服 后来呢 他们发现他们第四个孩子 八岁的女儿 他的昵称叫Wendy 啊 原来叫Wenda啊 说他哥哥姐姐他总是叫不好他的这个Wenda 这个名字 所以后来改成了叫Wendy 啊 Wendy 这个名字就这么来的 啊 后来呢 这个托马斯回忆啊 他说当时真后悔用了女儿的这个名字 啊 说因为这个给女儿带来了太大的关注度和压力 啊 就是他失去了自己的一些隐私 啊 但是呢 好像他的女儿自己好像似乎啊 不是特别在意啊 所以说这个品牌自从Wendy用了小姑娘的这个品牌以后 啊 后来说很多的品牌又用了男孩女孩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类似的啊 这样的一个形象 啊 所以说 这个小姑娘啊 有点跟肯德基老爷爷 那这个形象那么的出名 啊 这个Wendy的logo啊 啊 女孩啊 就是这么一个来历 好 那么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点赞 留言 我们明天再见